你饿了吗 如果饿了请划走 因为我不想拉仇恨 在万物茶园里 享受正宗煲仔饭 美味的烧烤 在星空下露营 你受得了吗 一起去看看吧 Lady go 上期答应了教大家 在最短的时间 吃到热气腾腾的 广东煲仔饭 现在开始 首先用你的左手 拿出煲仔饭 当然右手也可以 用右手打开盖子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个包 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 思苗米包 第二题对走来的是肉包 什么口味的包仔饭 搭配的就是什么肉包 现在向我们走来是 干爹的老婆做的辣菜 包仔饭的灵魂秘制酱油 最后一个进场的是 脱水的蔬菜包 先把它们放到里面 盒子总共有两层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那层 有什么东西呢 除了附赠的餐具和纸巾 就是一个自热包 这个就是关键的 老师说不能好高骛远 要从底层做起 好吧 那我们把自热包打开 放到最下面那层 然后盖好中间的隔层 打开米包 倒出香喷喷的丝苗米 除荷日当午 汗滴荷夏土 不浪费 看看里面有多少米 都把它倒出来 接下来是拿出我们的餐具 虽然不是现在吃 但是我没有大用场 先用餐具把米搅拌均匀 再打开我们的脱水蔬菜包 把蔬菜倒进里面 再用餐具把蔬菜和我们的 丝苗米搅拌均匀 敲黑板化重点 这个时候倒水很关键 水刚好没过我们的丝苗米 再用我们的餐具把我们的蔬果和我们的丝苗米搅拌均匀 一定要均匀 水好像少了一点 我们再加一点 再打开我们的肉包 把里面的肉肉倒出来 平放到我们的丝苗米上面 第二个关键来了 现在往我们的自热包上面加水 看清楚了 这里有条直线 我们就把我们的水加到这个直线 迅速将我们准备好的米放到我们的上层 然后盖上盖子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自热包发热的声音吧 如果张某妹在这里的话 她会不会改下歌词呢 收 12分钟过后包仔饭终于好了 但是还差一点 差什么 当然是差点灵魂了 就是我们的密制酱油 将密制酱油均匀的圆着边边上浇上去 然后趁热用我们的餐具将我们的酱油和米饭充分的搅拌均匀 太香了 搅拌好了干嘛 当然是开车了 如何在户外用最快的时间吃到美味的广东包仔饭就交到这里了 这种包仔饭总共有盐焗鸡 双拼辣味和辣味三种口味 下一期我们将晒一下 而不是分享一下我们到底吃了些什么好吃的东西 关注我 虽然你关不住我 还有更多有趣的事情与您分享 刚才听到有人问为什么包仔饭没有砂锅 难道老婆冰里面有老婆吗 再见